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2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2024年报税季正式开始了 本周一2月19日 加拿大人可以在网上开始填报资料报税 不论是新移民 医护老华侨 在加拿大生活一段时间后都会收到不同的报税文件 例如由雇主发出的T4 或者由银行发出的T5等 大多数加拿大人必须在4月30日之前提交纳税申报表 这也是那些欠CRA钱的人付款的最后期限 如果你是从事自雇职业的加拿大人 以及他们的配偶或同居办律 截止日期为6月15日 由于该日期适逢周末将延至6月17日 但自雇的加拿大人也必须在4月30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支付欠CRA的钱 以避免支付利息 CRA表示 在2023年报税季共处理了1800万笔退税 平均退税金额为2262加元 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2024年的报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重大变化 申报居家办公费用方面 注意 申报家庭办公费用 如租金 电费 互联网和办公用品的临时统一税率方法 已不再适用 从2020年到2022年的过去三个纳税年度中 远程工作的加拿大人被允许通过一种简化方法申报 即每天在家工作的固定金额为2加元 最高限额为500加元 此方法在2023纳税年度已被取消 因此任何主要在家工作的人 都需要使用详细的方法进行申报 这将需要雇主签署T2200表格 证明主要是在家工作 居家办公者需要认真的记录开支 并根据工作空间和在家的时间进行一些计算 CRE有一个页面来帮助分解这些计算 并确定申请在家工作费用的资格 收集一年的账单和其他明细收据可能是一件苦差事 因此可能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值得这么做 其他值得注意的变化包括 纳税人在提交纳税申报表时 不再需要申请加拿大工人福利金的预付款 这些款项现在将自动发放给那些在上一个纳税年度有资格获得福利的人 卖房和装修方面 一些打算销售房屋的加拿大人需要了解2023年纳税年度旨在打击炒房行为的新变化 通常当个人出售自己的房屋时 他们可以申请主要居所豁免 以避免缴纳交易税 2023年自由党政府引入了一项改革 任何在获得所有权后12个月内 出售及主要住宅的人都不得申请主要住宅豁免 并且必须就出售收益缴纳全额税款 这项新规定仍然有很多例外 如离婚、死亡或残疾等某些生活事件 迫使人们提前搬家 另外,纳税人现在可以申请多代同堂家庭装修税收敌面 旨在帮助在2023年进行翻新 以便为老年人或残疾家庭成员开发二级单元的房住 在2022年12月31日之后进行的符合条件的装修 最高可获得7500元敌面 或符合资格的翻新费用的15% 首套房储蓄账户方面 2023年4月,新的首置业储蓄账户FHSA计划的相关规定也开始生效 旨在帮助加拿大人为他们的首套房储蓄 一些为买房而存钱的加拿大年轻人 可能会在这个报税季节第一次享受到所得税洁面 FHSA允许个人在开立账户后开始长达15年的储蓄 每年可向免税储蓄账户存入8000加元 最高可达4万加元 用于支付首套房的首付款 存入FHSA的钱是可以免税的 而且在FHSA中赚取的收入是不征税的 从FHSA购买首套房的合格提款也不需要纳税 对于任何在2023年开设并向FHSA缴款的人来说 这一数额将从去年的个人运税收入中扣除 向FHSA存钱的加拿大人应该会收到他们的金融机构的税单 上面有他们2023年所得税申报的详细信息 然而 由于2023年公款的截止日期已于去年年底结束 现在向FHSA的公款将计入2024年的所得税 如果加拿大人想进一步减少2023年的运税收入 还有时间进行RSP公款以便计入去年的税收 今年的RSP公款截止日期是2月29日 那么 退税金额大事件好事吗? CRA表示 那些收入不高 纳税情况简单 需要帮助申报的人 可以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免费税务申报点与支援者交谈 或者进行在线预约 相反 如果你是自雇人士以及有薪金以外的收入 如股票 海外物业 海外投资等收益 则可能需要聘请会计师协助处理 虽然在申报过程结束时看到一大笔退税是令人兴奋的 特别是对于从未缴纳过大量RSP的年轻加拿大人来说 但有专家指出 这实际上可能是糟糕的税收规划的症状 因为这基本上意味着他们在前一年多交了税 虽然CRA在记录了所有的扣除和抵免后还回了这笔钱 但这笔钱基本上是借给政府一年的无息贷款 加拿大人可以填写T1213表格 列出所有适用的扣除额 让雇主从源头上扣除 如RSP和FHSA公款 儿童保育费用 大额慈善捐款等等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预先申请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加拿大温尼博一位退休高管近日向媒体透露 他的60多万元退休储蓄被骗子骗光 整个人生都被颠覆 至今人在震惊当中 并希望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据CBC记者报道 又18岁的Peter Squire 正准备从31年的房地产行业高管生涯中退休 他一直在为他的退休储蓄寻找最好的投资 并向多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咨询 在网上搜索最优惠的利率 2022年万圣节那天 他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是自称是加拿大BMO银行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Squire查了电话的人的名字 发现他确实是BMO的一位高级投资顾问 于是决定和他交易 对方以略高的利率提供一款较老的加拿大储蓄债券 并称可以通过他购买 他可以提供便利 2022年11月 Squire从他在温尼博一家信用合作社的账户做了两笔电汇 第一笔17.5万元 几天后又汇了第二笔47.3万元 总共64.8万元 Squire说 他以前从未做过电汇 并以为这些钱去了安省RBC银行的一个账户 然后又去到香港花旗银行的一个账户 但是RBC的职员提醒他可能被骗了 曼尼托巴证券委员会证实 他们正在调查这起假冒解款案件 并称这是一个伪装成知名金融机构的老验罪犯 在这类案件中 欺诈者使用了金融机构的名称和标志 在与受害者沟通时 银行实际员工的姓名 伪造文件 使其看起来合法 一个看起来和真正的银行网站非常相似的复制网站 报道称 Squire查了打电话让他投资的那个人的名字 发现确实是一个投资顾问的名字 但是电话里的人并不是他 Squire联系了温尼伯警方 他说警方确认了一名嫌疑人 他当时在安省 但现在已经在英国威尔市 曼尼托巴证券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他们正在对此案进行公开调查 但无法提供细节 发言人还说 一旦资金流向海外就变得极其难以收回 以下是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欺诈的建议 如果接到来自金融机构的人联系电话 你觉得可疑 请挂断电话 并直接与该金融机构联系 永远不要把你的个人或财务信息给你不认识的人 包括账号 代码 密码 或个人识别码 如果一件事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那它通常就是不真实的 加拿大反欺诈中心表示 2023年共收到1608名受害者的报告 向欺诈者电汇总共损失了近1.7亿元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应该立即向金融机构 警方和加拿大反欺诈中心 报告欺诈行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表示 他希望今年某个时候利率会下降 并指出他的乐观预见 是基于通胀率的最新消息 特鲁多今天在温哥华提及这一好消息 其通胀率已降至3%以下 在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范围内 特鲁多与卑诗省省长尹大卫 和温哥华市长沈关健 一起出席了一个住房发布会 特鲁多说 所以我们乐观地认为 加拿大央行将在今年某个时候 开始降低利率 希望越早越好 但是这是他们的决定 特鲁多又说 加拿大央行继续以高利率打击我们 推高通胀 推高房价 尹大卫表示 我对当前利率和卑诗省的担忧是 这里家庭成本的最大驱动因素 是在更新房贷的时候 他们现在支付的金额比过去翻了一番 在任何情况下 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算承受能力 据加拿大统计局今天透露 加拿大1月份的年通胀率 已经回落至 加拿大央行1%到3%的目标范围内 这是自2021年消费者价格开始飙升以来第二次出现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